只要够快够稳就能在餐具闻思不动的情况下 将一大张桌布完全抽离 欢迎来到史上最全留言验证节目 留言中间者第八集第十九集 大家好 我是安哥 网络上有一段很红的视频 有一张和公交一样长的桌子 上面摆满了烟灰美食 有人用一辆超强马力的摩托车 搜的一下瞬间抽出桌布 同时保持桌上的东西闻思不动 这把戏究竟是真有歧视 还是特效障眼法呢 终结者先在工作室里进行小规模实验 桌子摆好之后 亚当可以专注的研究这个轨迹了 啪的一声 酒瓶子摔七碎 不过花瓶确实立在桌子上没有倒下 很显然这是个技术活 亚当要搞清楚其中的诀窃 第一 桌子不稳 第二 桌面材质太粗糙 一张光滑稳定的桌子 上面放着一张新桌布和一个空瓶子 为了检测酒瓶的移动距离 亚当又做了一个箭头 结果并没有比开始强到哪去 最终呢 臭弟弟迷迷糊糊成功了一次 这是怎么做到的呢 牛顿第一定律 既惯性定律指出 一切物体都具有保持其运动状态不变的属性 但当桌布被抽动时 摩擦力也对物体产生作用 不过如果物体的惯性比摩擦力大的话 抽出桌布后 桌子上的东西将保持静止 但这并不是这个小霸戏成功的唯一原因 桌布必须与桌子大小完全吻合 不能搭了下来 利用高速镇像机和指示箭头 亚当开始估测 用不同材质桌布实验 看瓶子究竟移动了多少 最终结果是 轻质布料效果最佳 还有一个参数需要测试 瓶子的重量 理论上来说 物体的质量越大 惯性就越大 但在这个实验里貌似不适用 因为瓶子重量减轻时 相应的桌布和瓶子间的摩擦力也下降了 把所有因素结合起来后 亚当彻底会玩这个把戏了 那么全尺寸实验准备进行 他们在旧金山的大型仓库里准备 杰米亲来了自己公路赛摩托 艾瑞克布伊尔公司的产品 型号11252 戴托纳职业比赛赛车 重177公斤 后轮有150匹马力 百公里加速只需2.6秒 最高时速可达290公里 有了超大功率的赛车 眼下他们只缺一张超大尺寸的桌子 这能难道亚当吗 直接自己动手缩 7.3米的长桌迅速完工 找来帮手摆上24套餐具 尽可能的还原视频中的每个细节 再把摩托车与桌布拴紧 实验开始 尽管解米全力加速 也远不足以抵消24套餐具的摩擦力 现在看来 要实现视频中华丽的桌布抽离数 可是要复杂得多 在第一次尝试惨遭失败后 亚当决定先解决掉重量问题 将更轻的桌布布置摆放好后 下一步就是准备好足够长的绳子 61米长的尼龙绳给解米更多的加速度时间 让它以时速近百公里的牵引力把桌布拉出 这次餐具门是否能够存活下来呢 比上次结果要好得多得多 但还是不能宣布成功 餐具并没有如视频中那样闻丝不动 看来继续加速是正确方向 解米认为得开到时速160公里 也就是需要至少400米的加速距离 场地切换成阿拉米达飞机跑道 绳子长度也增加到180米 看看以160公里时速能否完美抽离桌布 解米已经开始预热摩托 在接下来的几分钟里 终结者将尝试世界上最大的桌布抽离实验 助旅花盆和香槟桶 换成了一面光滑的不锈钢材质 所有陶瓷三盆换成塑料材质 桌上物品的总重量已经减去一半 希望能够提高实验成功的可能性 那么见证奇迹的时刻来了 终结者真的尽力了 桌上一半餐具都完好无损 高速相机暴露了一个致命失败的原因 在餐部的前侧边角出现了一个裂口 找到原因后立刻进行改进 解米忙着剧掉餐桌边角 亚藤赶紧支出另一块桌布 最后一次抽桌布大型实验开始 毁灭吧 累了 这基本就是终结者能达到的极限了 时速160公里 依旧不能让桌上的物品纹丝不动 完好无损 哥俩决定来一次弄虚作假 首先用润滑剂涂满整张桌子 接着在桌布上放上一片7米长的塑料片 既在桌布和餐具之间有一层薄膜 所以桌布才能在不晃动的任何东西的情况下 搜的一声飞走 看吧 轻松愉快 验证结果就是 除非作弊 否则不可能做到 留言破解 接下来留言终结者们 要探究人脑的传说 传说呀 人脑的使用率 只有10% 在社会里 这个说法似乎根深蒂固 但我们的大脑 真的只有一小部分在工作吗 在开始实验之前 三人众要向一个脑科学专家请教请教 格兰找到了最合适的人 曼里博士 得知有很多实验 可以用于测试大脑活动和功能连通性 这个人体最复杂的器官 可被分为很多区域 脑玩意具有执行控制操纵功能 左念叶 内有 语言中书 念叶内侧则与记忆有关 语言负责证合感觉信息 诊言负责处理视觉信息 以及与知相关的其他刺激 他们需要用各种测试 来刺激格兰大脑的每个部位 来验证大脑的利用率是否只有10% 格兰的大脑将和脑电图传感器连通 特约专家将监控实验数据 第一关 疯狂记忆力 注重考验它念叶区的功能 十张图 每一张有一个人和一个物品 格兰需要尽量记下来 然后通过凯莉展示的人物 来说出与知对应的物品 他大脑的涅液功能将被充分触发 这对他来说貌似没有什么难度 带着全胜的战绩攻克第一关后 来到第二关 疯狂算算算 对格兰的大脑顶一二区将是终极挑战 为了增加难度 这些数字会旋转和逐渐消失 同时周围还有杂音来干扰格兰 紧跟着不可思议的事发生了 高财生格兰面对这些简单的数学题 竟然在一道题中失手了 但也仅仅一次而已 七余九道全部答对 晋级下一关 疯狂大爆炸 格兰将伸出险境 被迫快速做出抉择 他面前有一个大气球 要用指尖触碰按钮来控制他的冲击状态 冲击时间越长 得分就越高 但是一旦气球吹爆 分数就会归零 完成爆破后 顶翼区功能测试完毕 第四关 火光闪烁 将刺激位于大脑后方的顶翼区 这个测试看起来比较简单 从图片中找到突然闪烁的物品 需要格兰的顶翼区全力运转来甄别不同 五道题答对四道还算不错 至于格兰大脑所有四个区域都已测试完毕 究竟他大脑运转效率如何呢 稍失休息后 格兰大脑活跃度检测结果出炉 这些测试能够激活大脑的相应部位 作用方法与料想也大致相同 可惜并不能得出大脑的使用率 不确定这三个字是无法让中学者们把羞的 三人众前往加州生物学医学成效实验室 用脑磁图来研究脱瑞大脑 这台机器很敏感 甚至可以检测到最微弱的脑电波 再加上加州大学的这些才子鼎力相助 脱瑞完成了实验前的准备工作 他将接受一组包括四分项的连续测试 先从控制记忆力和听力的涅液开始测试 专家已经告诉脱瑞一些词组 他要做的就是在听到其中一个词时 说出和他对应的另一个词 脱瑞出色的完成了第一小测试 接下来测试整页 眼前的屏幕会出现很多人脸 认识的就按右边按钮 陌生的就按左边按钮 很简单 目的是刺激负责用于辨别一知事物的大脑区域 三号测试是一个简单的数学测试 来刺激脑顶页 屏幕上会闪现一对数字 这些数字可能相同或者不同 相同就按左边按钮 不同就按右边按钮 下面是额页测试 屏幕上会出现一个关于颜色的词汇 但文本的含义和颜色可能相同或不同 很有迷惑性 测试全部结束后 脱瑞的脑袋被查了个遍 脑磁图的结果很有趣 结果单看 脱瑞在测试时的那100毫秒 就只有10%的大脑被利用了 如果整体看的话 大脑使用率约为35% 那么流言被终结了 本期的流言终结者用亲身实验证明了 摩托抽桌布 如果不作弊是不可能做到的 人找的使用率也不仅仅只有10% 全力运转时起码能到30% 今天流言挑战到这里就落下帷幕了 小伙伴们如果听过有趣且可信的留言 欢迎在评论区留言讨论 欢迎大家观众哥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